大家好,我是Den Greepers昨天以新曲奇马巴兰回归后 新曲歌词内的一个梗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到底是什么歌词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奇马巴兰歌词中的这个部分 假装装模作样 假装这种东西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吧,不知道 又韩文发音就是 是韩国的俗语 就是你给我我也不想要 还不如给狗巴我不稀罕的意思 就是不减肥的意思 真相一点都不重要的意思 那勇敢们兄姐为什么写了这样的歌词呢? 当然不知道 是不是直接使用Kenajo审查会不及格 所以才会换成那样呢? 应该就是没有通过审查后更改的吧 好可爱 这个可能会变成流星语 韩国几个电台真的是会 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来禁止歌曲的播放 不过大家知道吗? Kenajoi 这发音其实更像在骂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催泪的TWICE安科舞台 之前在TWICE有过安科舞台争议之后 不知道在华语圈饭圈是怎么样 在行我真的是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恶评 虽然有一部分是正当的指责 但是大部分都是人身攻击诽谤嘲讽的留言 甚至在毫无相关的别的歌手的安科舞台影片底下 也会有黑粉拿TWICE来做比较 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是TWICE犯了什么大罪一样 但是在这次新取达安科舞台 虽然也是有为了黑而黑的留言 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称赞的留言 是有多努力了呢? 真的从表情开始就跟之前不一样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们的努力 不是粉丝的我 为什么快要流泪了呢? 辛苦了大家 虽然是别家粉丝 但是看到那些过火的嘲讽跟肥谤的话 我都会觉得很伤心 但是这次看到阿库弗里打歌舞台 非常轻松的轻唱 网友们指责的部分也都有纠正 所以看起来真的很好 希望TWICE、Once更能走花路 每次都因为恶评不敢看安科舞台 现在终于能放下心看了 真的这是努力的结果 谁都不能否认 真的真的辛苦了 TWICE谢谢你们 上次因为被骂的太惨 所以这次回归其实也有点紧张 但是没想到歌唱实力进步了这么多 应该是很努力的练习了吧 这次成为TWICE的粉丝了 在之前的安科舞台有太多严重的酸烟 让看的人都很心疼 谢谢你们能坚持下 只希望你们不要生病 健康的活动 恭喜一位 在影片里虽然成员们都在笑 但是真的能看出来 又紧张又在努力的样子 所以更是觉得很心疼 大家有没有想过 安科舞台为什么不是重新表演一次 而是有点尴尬的站着秤呢 安科舞台是成员们之间 轻松的与粉丝们互动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竟然变成了评价实力的地方 没有了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 最近这几年真的觉得 抹黑艺人虽然艺人 变成了一个文化一样 很多酸民们分不清指责跟诽谤 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在正当的评价 对于负面消息 非常积极的留言指责一样 对于正面的消息 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留言 来称赞鼓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今天6月18号过生日的 四个人生日快乐 我们下支影片 请不吝点赞鼓励